夜色苍茫 郊区的废弃烂尾楼 在月光下显得格外阴森 我带着周末穿过荒草和碎石 来到了这座被遗忘的建筑 我找到了一个相对隐蔽的角落 四周堆满了破碎的砖石和生锈的钢筋 我示意周末坐下 它靠在冰冷的墙壁上 微微颤抖 我闭上眼睛 调动体内的法力 双手合十 默念法觉 一股温暖的气流从我的掌心涌出 缓缓地覆盖在周末的伤口上 周末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 随即是舒缓的表情 她的身体逐渐放松 呼吸也变得平稳 我知道 我的法力正在发挥作用 帮助她愈合伤口 你是怎么做到的 周末的声音中带着敬畏 我睁开眼睛 微微一笑 在灵山修炼的时候 师父教了我一些基本的治疗法术 虽然不是很高深 但足以应付一些小伤 周末点了点头 她的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感激 谢谢你 灵液 如果没有你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撑下去 我心中一动 看着她憔悴的面容 不由地生出一股保护之意 告诉我 你是怎么卷入这一切的 周末叹了口气 开始叙述她的故事 她本是一名普通的凡人修仙者 家中经营着一家小店铺 生活贫乏而幸福 然而 一切都在黑龙帮出现后改变了 她的父母被绑架 她自己也被迫为黑龙帮 寻找混远两一斤的碎片 她试图调查黑龙帮的背景 却不甚被发现 险些丧命 我听着周末的叙述 心中震惊 她的经历和我如此相似 我们都失去了亲人 都被黑龙帮所害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共鸣 我知道 我们的命运已经紧紧相连 我也有类似的遭遇 我将自己的故事告诉了周末 包括父母的失踪 家中的混乱 以及我被卷入这一切的经过 周末听后 眼中露出了深深的同情 我们的经历如此相似 我想 这不仅仅是巧合 或许 我们可以联手 一起对抗黑龙帮 我点了点头 心中涌起一股决心 我也这么想 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 才能揭开黑龙帮的真面目 我们决定 先从苏惠入手 我们知道她不仅使用仙药 还可能掌握着黑龙帮更多的秘密 我们计划潜入苏惠的家 寻找线索 经过一番准备 我们在一个五月的夜晚出发了 我们穿着黑色的夜行衣 沿着偏僻的小路 悄无声息地 接近苏惠的豪宅 豪宅外围有保镖巡逻 但我们凭借修仙者的身手 轻松地避开了他们 我们找到了一扇不起眼的后门 用法术轻轻撬开 潜入了豪宅内部 豪宅内部装饰豪华 但我们没有时间欣赏 我们按照事先的计划 直奔地下室 我们发现 地下室的入口 隐藏在一幅巨大的壁画后面 我小心翼翼地推动壁画 露出了向下的楼梯 我们沿着楼梯下到地下室 只见苏惠正坐在一个 巨大的法阵中央 手中拿着一块发光的玉石 正在修炼 她的脸上露出了专注的神情 似乎完全没有 察觉到我们的到来 我和周末藏在暗处 仔细观察着苏惠的一举一动 我们看到她的面前 摆放着一些仙药 以及一些奇异的法器 我心中一动 这些可能就是苏惠的仙药 和法力来源 然而 就在我们准备进一步探查时 苏惠突然睁开了眼睛 她的目光如电 直直地看向我们藏身的方向 我们心中一惊 知道已经被发现 谁在那里 出来 苏惠的声音在地下室中回荡 我和周末对视一眼 知道已经无法逃避 只能硬着头皮应战 我们从暗处走出 与苏惠正面对峙 苏惠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随即被狠辣取代 苏惠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丝凶狠 她的双手迅速结印 周围的空气 似乎都因她的动作而扭曲 我们感受到 一股强大的能量 在她掌心聚集 黑色的雾气缭绕 仿佛要吞噬一切 周末紧握我的手 她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我们知道 这场战斗将是一场生死较量 没有退路 苏惠大喝一声 将手中的黑色能量波推向我们 我迅速反应 调动体内的法力 一招灵光护盾在身前形成 光芒璀璨 如同一面坚不可摧的盾牌 能量波撞击在护盾上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光芒与黑暗在房间内交织 形成了一场视觉与力量的风暴 周末也不甘示弱 她的手指轻舞 一道道法觉在空中凝结 化为一道道锋利的锋刃 向苏惠斩去 苏惠身形一转 躲过了锋刃的攻击 但她的衣角已被削去一片 苏惠的攻势更加猛烈 她的双手再次结印 这一次 她的掌心中凝聚出了一道黑色的光束 直冲我们而来 我深知这光束的威力 若是直接击中 后果不堪设想 我立刻改变战术 一招流光闪避将我们两人的身形 变得飘忽不定 如同幻影一般 黑色光束穿过我们的残影 击中了后方的墙壁 瞬间将坚硬的石墙 轰出了一个大洞 趁着苏惠攻击的间隙 我和周末迅速反击 我双手结印 施展出雷霆万军 天空中仿佛响应我的召唤 一道道闪电从天而降 直批苏惠 周末则施展出冰封万里 寒气四溢 整个房间的温度骤降 地面和墙壁迅速结上了一层冰霜 苏惠被困在雷电与冰霜之中 她的法力受到了极大的压制 她愤怒地咆哮 试图突破束缚 但我们的攻势 如同潮水般连绵不绝 最终 在一次雷电与冰霜的双重打击下 苏惠终于支撑不住 身体一软 昏迷在地 我和周末喘着粗气 看着倒地的苏惠 心中既有松一口气的示然 在地下室的昏暗光线中 我和周末小心翼翼地 搜寻着可能的线索 苏惠的练功房内摆设简陋 除了中央的法阵 和几个装满仙药的词评外 最显眼的便是一张木质书架 上面堆满了各种书籍和卷轴 我的目光在书架上快速扫过 突然 一本封面泛黄的秘籍 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伸手取下这本书 封面上用褪色的墨迹 写着幽冥宗基础法术几个大字 我心中一惊 难道这就是苏惠法力的来源 我翻开秘籍 只见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 各种法术的修炼方法 从基础的聚起名神 到高深的召唤咒语 应有尽有 每一项法术都配有详细的图解和注解 显然是专为幽冥宗弟子 所编写的修炼手册 周末凑过头来 和我一起翻阅这本秘籍 他的眼中露出了震惊的光芒 这本秘籍 我从未在修仙界中见过 幽冥宗 这个名字 我也从未听说过 我心中一动 看来这个幽冥宗 并非修仙界的知名门派 他们形势隐秘 不为外人所知 苏惠能够拥有这样的秘籍 说明他与幽冥宗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继续翻阅秘籍 希望能找到更多 关于幽冥宗的信息 在秘籍的最后一页 我们发现了一张手绘的地图 上面标记着一个 位于深山中的地点 旁边住着幽冥宗总坛几个小字 我和周末对视一眼 心中都明白 这个地点 可能就是幽冥宗的秘密所在 我们决定 一旦准备好 就要前往这个地点 揭开幽冥宗的神秘面纱 然而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苏惠突然从昏迷中醒来 他的眼中充满了愤怒和杀意 他猛地站起身 双手结印 一道黑色的能量波向 我们袭来 我和周末迅速反应 联手施展法术抵挡 能量波撞击在法阵上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苏惠的攻击虽然猛烈 但我们的配合更加默契 我们一边抵挡 一边寻找机会反击 终于 再一次激烈的交锋后 我们找到了苏惠的破绽 我迅速施展一道束缚法术 将苏惠的双手牢牢锁定 周末则趁机发动攻击 一道耀眼的光芒 从他的掌心射出 直击苏惠的胸口 苏惠发出一声惨叫 整个人被击飞出去 重重地撞在墙壁上 知道这场战斗 我们赢了 我们在苏惠的练功坊中 搜寻了一番 找到了一些仙药和法器 这些物品 对我们今后的调查大有帮助 我们将密集 仙药和法器收好 准备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在离开之前 我回头望了一眼 这个充满黑暗气息的地下室 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揭开幽冥中的真相